大家好,我是团长 以前股票轮动频率快 一两个月总会轮动的涨一波 而现在一两年不轮动 而且一直硬跌的也很多 这就造成了散户越来越倾向于做强势股 做强势股可能还有盈利的机会 就算追高也愣了 所以也有了宁愿死在追高的路上 也不愿意去抄底备买 其实这也是散户的一种无奈 想投资,想买便宜,想持有 但是事与愿违 持有大部分结果并不是很理想 把究竟买什么 究竟什么样的股票能长期拿着 很难 那么今天的提供一个思路 我们知道科创板开始 新股发行加速以来 大量的新股上市后走势低迷 现在迫发的新股也很多 陌生的面孔越来越多 市场关注度非常低 但正是因为这样 导致了很多潜在的优秀公司被错杀 那么投研能力较强的极客投资者 得以能捡到便宜 所以我们这边讲的机构中仓股 并不是现在市场的热门的那些股票 什么新能源,什么锂店 知道以前的机构最中仓的股票是贵州茅台 现在机构买的最多的是宁德时代 但是他们已经买了非常多了 买了这么多 要想继续涨 还得有更多的资金来买 何况大部分人是不敢去买 所以这个不在我们考虑的范围内 我们要讲的是科创版 或者是一些新股 一些新面股 我们科创版讲的上市 对公司盈利要求放宽 财务数据普遍不好 市场不认可 但是科创版大部分公司是新兴公司 一旦行业发生变化 风口来了 很容易爆发式增长 所以很多难遇的投资机会 也就诞生于此 科创版现在300多家公司 那么整个科创版指数 也是强于其他股票的 诞生了很多牛股 什么美迪西 石头科技 莱博泰科 建凯科技 探探科技 还有生物 很多股票 大家都没听过吧 我也没听过 部分股票 因为他们刚上市一两年 非常新 也不受大部分人所推崇 那我们来看一看 机构投资者 是怎么在他们身上 攫取到了不错的收益的 那我们先看美迪西 美迪西上市两年多 之前呢 也没怎么涨 尤其是去年的一月份之前 这波上涨呢 涨得非常厉害 最低点上来 涨了有十倍 这波有好几倍 那在这一段时间呢 其实机构投资者 是在买入的 我们可以看 这是去年年报的数据 不是现在的事故 12月31号 大家看新进 基本呢 都是机构投资者 没有散户的 持股比例也非常高 这是去年年报 所以后面股价的 今年大涨 那这些进取的基金呢 收益破风 我们再看一个 石头科技 这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了 它是做扫力机器人的 但是它上市的时候 股价是一路阴跌的 直到去 一直到去年的三级度 股价也一直横盘 不涨的 那么三级度以后呢 股价最高涨了1500块 是吧 是个十倍股 那我们看 去年三级度 这些基金 这是外资UBS 这是外资 其他的看 仅顺长城的 几乎五六个基金啊 大家看一看 几乎就是基金在 不是现在 9月30号 你看到今天呢 可能他们已经不在了 因为收益非常大了 肯定是走了 再看一个案例 来波泰科 这个呢 上市以后呢 也是一路阴跌 那么直到 今年吧 出现过一波 比较大的涨幅 那么我们看一下 在这段时间呢 是在买路的 大家看 这是一级报 一级报我们看 中欧的 中根的几个基金 买路比例 还是比较大的 全是基金啊 持股比例将近30% 所以呢 后面的股价 我们看出现了一波 连续的大涨 所以 你看 它是乱涨的吗 是吧 这公司可能 大家都没听过 我也没听过 我们再看一个 这个 建凯科技 这个上市以后呢 也是一路阴跌 盘整了很长 时间 直到 这个今年呢 股价大幅上涨 那我们看一下 从去年开始 那去年连续盘整的时候呢 其实也已经被机构中仓了 太达的天红的盘金的 这么多基金在买路 这个盘金呢 它是百亿级的 也是一个私募靠前的 我们看 我们看 就是去年三季度不是现在 他们买的很早 所以呢 赚到钱是应该的 那么再看一个太坦科技 这个上市以后呢 其实就有机构在关注 大家看上市以后 不像其他的一些科创们 股价上市就连续硬跌 它上市之后 就再涨 然后盘整 然后再大涨 这个我们看 去年年报的时候 瑞远的基金 又是一大堆基金啊 你满屏看到十个全力基金 持股比例 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基金包团包园了 所以它强势 为什么呢 所以我们不要去分析基本面 我们看他们在怎么做 看机构投资的 对吧 用钱来投票 对吧 分析基本面你可能未必认同 但是大家 对吧 行为决定了一切 在买路呀 所以这样的公司 大部分散户 闻所未闻 闻所未闻 谁知道 大家还是只盯着那些 这两年爆炒的白酒 新能源公司 光福 那没有了 殊不知呢 中国真正 在成长的一些 细分领域的新兴公司 可能才是最大的机会所在 我们为什么要做科创办呢 是吧 是给那些有潜力的公司机会 那么他们现在呢 可能未必很好 所以他们现在市值很低呀 利润很低呀 很小呀 是吧 就像三年前的宁德时代一样 当时上市前估值八百亿 都没人要 那今天一点几万亿 那现在还跟你有关系吗 跟你没什么关系的 最大的成长已经过去了 所以未必还会 未必跌对吧 但是空间有限了 所以这个思路呢 供大家去参考 因为三七报 现在都公布出来了 大家也可以去挖掘一些 哪些公司 被基金正在重仓 而且他们 也没有出现很大的涨幅 因为他们不不热门 所以现在可能肯定是不会涨 但他们呢 才是未来的机会 好 本期视频